现在有很多人为了工作还有学业的人生计划 结果就延后了生小孩的计划 导致错过黄金时间还造成不孕症的困扰 今天宝贝嫁龄系列报道中 我们邀请了南加州知名的神韵专家 为观众朋友进一步解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新节目宝贝嫁龄 现代人呢 刚刚结婚常常会收到一些祝福 像是早生贵子 但是说的可能跟事实上有一些落差 在美国有一份调查 他就指出每六对到七对的夫妇之间 就有一对可能有不孕症的困扰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请来了专业的医师为我们做解答 陈医师您好 您好 陈医师一开始麻烦帮我们介绍一下 不孕症在医学上面是怎么定义的呢 一对夫妇在没有用任何的避孕措施 一年之后没有办法怀孕 这就是称为不孕症 年纪也有些关系 在34岁以下可以试一年 在35岁以上的妇女建议 试了半年以后就应该要询问不孕专科医生 男生一般来说有30到35% 然后其他60到65%可能是女生的原因 所以我们建议一个夫妇能够同时去看不孕专科医生资讯 能不能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原因 男生来说最常见的就是精宠不够或是活动力不强 甚至有些人是无精 对女人来说的话最常见的大概是精气不顺 舒缓管不通 还有一些妇女可能有子宫肌瘤或是子宫内蒙异味的问题 那如果选择要去看妇产科医师之后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有哪些医疗的方案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呢 在治疗上面要看女人的妇女的年纪 她的疏软管同不通 她的精气顺不顺 所以我们才决定说是不是需要给排卵药 那要是说男人的精宠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看她的精宠在哪样的阶段 再决定是能否做人工受精 或是需要做试管婴儿 甚至有比较严重的case 可能需要找捐精虫的人 那么陈医师在坊间我们有听说过 不吃药不用打针就可以治疗不孕症 真的有这样的事吗 有些妇女她们有子宫内蒙异味 或者是子宫肌瘤 她们是只要经过手术治疗 就不需要打针吃药 但是要是一般的夫妇完全找不出任何问题的话 那一般建议还是要用口服或者是打针的排卵药 再加上人工受精 所以是一个迷思 好谢谢陈医师为我们带来精辟的解说 观众朋友是不是和我一样学了很多呢 其实呢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话 请锁定我们下周的节目 谢谢